以色列的无底线终于给中东带来了质念 各位好 新一轮八一冲突打到了现在已经一年多了 冲突外溢所带来的衍生矛盾 让整个中东充满了火药味 然而以色列的无底线行动和美国的暗中支持 更是加速了地缘上的动荡 就在日前有消息表明 以色列的这种无底线 已然击穿了中东地缘的底层逻辑 和各国的心理防线 根据伊朗国营通信社的消息报道 伊朗海军司令对外透露 说沙特阿拉伯方面向伊朗提出了一个合作邀请 将和伊朗要在鸿海海域举行一次联合军演 因为双方都在鸿海海域拥有自己的港口 因此在合作期间 双方海军舰队可以到对方的港口驻扎和参观 而如果需要 也可以邀请其他国家一同参与 目前这个合作还在由两国相关人员进行协调安排 这个消息传出之后 国际舆论的动态是显而易见的 只管他说 在去年我们中国促成了沙特和伊朗的和解之后 双方开始进行了一些外交上的接触 这个环节可以看作是双方在政治上的复兴 是一种最基础的接触交流 而这次要搞联合军事演习 就非常的不一般了 往深处说 这是阿拉伯世界和伊朗为首的波斯系一脉 在军事上互信 双方展开更深层次的合作了 当前中东是什么情况呢 以色列在加沙地区和黎巴嫩地区 在持续交火 同时还爆出准备要对伊朗实施袭击 而这个时候呢 一直在巴以问题上保持安静的沙特阿拉伯 选择找即将被袭击的伊朗搞联合军演 这是摆出来给谁看呢 大家应该是一目了然的 非常有意思的是啊 伊朗在被传出可能面临以色列袭击之后呢 对外的联合军事演习也开始增加了 比如前几天 19号伊朗就和俄罗斯阿曼宣布在印度洋海域进行了联合军演 沙特 卡达尔 巴基斯坦 泰国则作为观察员出场了 某种程度上来说啊 如果没有以色列的事情 即便有中国在中间斡旋 沙特和伊朗的外交关系修复呢 尤其是两大阵营之间的态度 也不会转变的这么快 但恰恰是以色列的这种无底线行为啊 彻底击穿了中东地区国家的心理防线和地缘上的底层逻辑 导致了沙特和伊朗的快速联合 值得注意的欧洲不少分析人士也是得出了这个结论 即阿拉伯国家非常担心卷入冲突 害怕自己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而以色列在这个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明确战略目标和无底线的手段 让这些阿拉伯国家非常担心抵抗之乎被彻底消灭或者被严重削弱 一旦如此呢 他们不确定周边地区会变成什么样子 而美国在这个期间的不作为呢 又进一步增强了这种担忧情绪 说来也怪啊 都到了这个情况了 中东阿拉伯各国仍然不能赶紧的抱团取难 我都替他们着急 可怜之人只必有可恨之处啊 大家说是不是呢 好 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